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逆来是国之重地 兵家必争 121年前 中日甲午大海战就发生在这片辽阔的海域 上世纪50年代中期 一支从朝鲜战场凯旋的英雄部队 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进驻海岛 担负其守卫这片神圣海江的光荣任务 几十年来 几经调整 历经磨砺 锻造出黄海前哨的钢铁堡垒 这就是沈阳军区某海防要塞部队 背边读书 国之重视 守海雇防 天大使命 驻防海岛六十年来 这支部队的一代代官兵始终继承和发扬老海岛精神 把使命责任举过头顶 把军人血性融入火热青春 把整个代弹贯穿战备执勤 宁神俱力 把群岛要塞锻造成为新型的海防体系力量 在新形势下 这支部队紧紧扭住听党指挥这个强军之魂 能打仗 打胜仗这个强军之要 以实现军事斗争准备为龙头 以有忧 有备 有责 有为的使命担当 用打仗标准抓战备 以实战要求抓训练 着力提高有效旅行海防使命的能力 他们坚持从难从严 从实战需要出发 不断提高部队的实战化训练水平 如果说 在这支荣获全军一级训练单位 训练改革先进单位的部队中 爱军精武 素质高超的训练标兵和技术能手 难以计数 那么 两栖侦察分队就更是一把 凝聚了岛上虎 海中龙 空中鹰 威武霸气的铁拳与尖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上一集在我们终极英雄的赛场上 来自海防前线两栖侦察营的精英们 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 高难度 多克目的激烈较量比拼 他们由亲密战友变身为强劲对手 绝壁攀岩 近身肉搏 山林搜寻 信任射击 每一个比拼环节都展示出 他们特有的血性虎气 经过一番激烈角逐 六名参赛队员闯过了第二关的第一个比赛环节 即将向本关的下一环节展开挑战 到底谁能顺利创官成功 让我们拭目以待 朋友们 在上一期 我们进行了第一关和第二关第一个科目的比赛 黄队战士领先 接下来 我们进行第二关第二个科目 步枪信射击的比赛 下面 比赛开始 红队 上场 红队 董永龙 曾献举 他们在上一期节目中 携手奋进 顺利团过了第一关 在信任射击的第一个比赛环节 首枪信任射击中 他们以一分之差 虚居第二 那么他们能不能在接下来的步枪射击中 打出好成绩呢 这就要看董永龙和曾献举 这两名沈阳军区的特战精兵 能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水平了 这一项比赛考验的不单纯是枪法 更是两名队员相互之间的高度信任 尽管是沈阳军区公认的特战精兵 优秀狙击手 但是曾献举在举枪描向队友身边的靶子时 心里多少还会有些紧张 步枪信任射击 相对手枪难度大 因为采取的是励子射击 法场的风非常大 枪口稍微晃动 队友董永龙就可能成为我的靶子 当时我的心里非常紧张 我手要是抖了一下 后果不开设想 突然我就想到了队友中线雨 压力也非常大 加上天气又不好 可能会依然到射击 这些我的担心就比较多了 感觉心里跳动非常快 但是我就想到了 我必须把精力集中在射击上 马上调整射击姿势 开射击 董永龙开了第一枪 十环 这可给红队的比赛开了个好头 队友董永龙先开出第一枪 随后我慢慢预押板击 把第一发弹打了出去 分线局也是十环 好 董永龙的第二枪还是十环 后转力导致我的瞄准机械撞到我的眼睛 把子都是模糊的 我眨眨眼睛之后迅速调整过来 还是十环 当我每打出一发子弹 我的人都必须非常精细 十环 董永龙顺利的打完了五枪 那么红队在这个环节当中成绩如何呢 这就要看增陷举的最后一枪了 看到增陷举如此从容的退弹燕枪 想必他对自己的成绩还是非常有信心的 红队增陷举的最后一枪 居然打到第四枪的同一弹孔上 十环 董永龙五十环 增陷举五十环 合计一百环 黄队赞同 黄队张成健汤全 这两名黄队队员在前一阶段的比赛中似乎是顺风顺水 虽然与红队一直处于你追我赶的胶着状态 但是无论从一开始的求生包争夺战还是最后终点的冲刺 黄队都是占尽了先机 面对接下来颜柯的步枪信任射击比赛 他们俩是否还能够保持优势继续领先呢 从张成健和汤全的个人实力来看 应该没有太大问题 但是比赛毕竟是比赛 临场发挥可是极其的重要 上一组红队打了一百环 给我们的心理压力非常大 我们必须保证零食物才不能被他们领先 风比较大 然后我们上线瞄准也相对的比较困难 于是我们就进行认真的调整呼吸 调整设计姿势 黄队张成健第一个射击 十环 当时风还特别大 距离也挺远 只要有一点点的晃度 弹道就可能偏离 我们是对射 对有张成健 就算在爬到旁边 心理压力非常大 我们毕竟是队友 我也挺信任谈谈 然后能把我们的后背交给我的队友汤全 只有信任对方 才能完成好其他的一些任务 汤全的第一枪也是十环 都是十环 又全都是十环 突然来了一个很大的风 把我的枪口往左吹了很多 都吹出法了 但是那时候 搬机已经遇到最后一道火了 子弹随时都可能激发出去 于是我马上把枪口 我又揉了一下 当时枪就小了 我知道这把打肯定打得不好 汤全第四发 打了个九环 让我们来看一看张成健的第五发 打得怎么样 好 张成健 十环 汤全的最后一枪特别重要 虽然第四枪打了九环 黄队不能以第一名的姿态获得三分 但是也不能输给蓝队呀 好 十环 张成健 五十环 汤全 四十九环 黄队合计 九十九环 蓝队 三重 蓝队 贾祥宇 周博 他们先是在野外求生比赛中 因为缺乏警惕性 被裁判踹入水中 后又在成绩上加时四十分钟 好在途中 他们主动寻找假想敌并获胜 因此减时二十分钟 这才让他们追回了时间 免遭淘汰 不过 在手枪信任射击的环节中 贾祥宇又因五十九秒的时间 才击中目标 只获得一分的积分 目前排名最后 对于蓝队来说 接下来的步枪信任射击 就显得十分重要 他们在前一阶段的比赛中 始终处在被淘汰的边缘 那么 在接下来的环节中 蓝队能不能成为一只 意外获胜的黑马呢 由于第一轮出现了失误 然后第二轮心理压力比较大 心里边稍微有所紧张 因为那个蓝支 那个射击 稳定性不高 再加上这个风也比较大 正好是从右侧向左锤 他在拔在右侧 所以说风稍微大一点 可能说这个枪口偏离 就导致命中战友 所以说这个 我控制了风的这个风速 风稍微大一点的时候 我就不敢设计 可能说等风小的时候 才要瞄准设计 假祥宇第一发 十环 周博的第一发 也是十环 看一看周博的第三发弹 打得怎么样 不过严格来说 好像有点偏下 差一点就打到了九环的区域 假祥宇第四发 十环 看来周博需要调整一下 十环 依然是有些偏下 哎呦 这假祥宇是什么情况 打了个九环 蓝队是和黄队并列第二 还是成为最后一名 就要看周博这最后一枪了 很遗憾 周博也打了个九环 蓝队合计 九十八环 步枪信任射击 红队一百环 得三分 黄队九十九环 得两分 蓝队九十八环 得一分 朋友们 接下来我们进行第二关 第三个科目 传递炸药包 下面 比赛开始 红队 上场 碰碰 动 如果说前面的信任射击 考验的是队员个人的心理素质 要想取胜 两名队员在互抛炸药包的过程当中 眼要看 心要算 恰准 最后的时间点 时间只有三秒钟时间 我和我的队友增加雨 说好了在二十九秒的时间 投出去 因为在步枪设计中 我们的成绩出于领先 所以想冒险 拉开成绩 彻底甩开黄队 在传递过程中 这是非常刺激 五公斤的炸药包 在手中来回传递 手心都冒汗了 心里的恐惧感也十分强烈 恨不得扔下炸药包就跑 好 当我再说到二十八秒的时候 我投了出去 我喊那声跑 好 当时要是把炸药包 传到我的战友跟下雨 他要是慢了一下 炸药包可能就会爆炸 队友总永龙 没有按照预期的二十九秒 将炸药包投出去 而是在二十八秒的时候 将炸药包抛了出去 他可能担心 传到我的手里的时候会爆炸 所以提前一秒扔了出去 当我握倒的瞬间 趴在地上 我就在想 如果再晚一秒 会发生什么呢 在比赛之前 我和我的队友汤泉 分析了一下前两组的分数 我们组得了是五分 而红队也是五分 而我们暂时能保住 不被淘汰 但是我们也不想输给红队 想在这个阶段 要赢得更好一些 导火锁不是我们自己捡的 万一短了一点怎么办 二十九秒就爆炸的话怎么办 平常训练的时候 我们都是用表记石 这次我们是自己用心去数 肯定有误差 万一时间长了 就可能爆炸 五公斤的炸药 如果没扔出去 在我们的手里爆炸了 我们两个人肯定就没了 如果时间输短了 就可能被他们理先 所以我们上头 在保证安全的同时 必须把时间往后拖 尽量超过他们 红队抛出炸药包的时间 居然是二十八秒 这几乎是一个难以超越的成绩 他们又会创造怎样的奇迹呢 当拉耳盘拉着它时 导火锁在我们的手里 开始燃烧 听到导火锁的燃烧声 我们心里更紧张了 通过数秒来看 我也将这个秒数 要控制得精准一些 丝毫都不能差 因为稍差一些 可能会就对我和我的队友汤泉 会造成生命危险 在数的过程中 我尽量让我的队友汤泉 能够听到我的那个数的秒数 在传进炸药包的时候 每当炸药包传到我的手上 首先的汗就多了很多 生怕汤泉包掉落 或者发生什么意外 当我们数到第27秒的时候 当时汤泉包在我的手上 我在想 如果我藏给他 他再藏给我 那时候我再扔出去 谁知道我传给他的时候 他在手里拉了大概有半秒多 我顿时心里就慌了 如果再不给我 就可能爆炸 汤泉 而将炸药包递到我的手中 我于是没有 当时没有进行在传递 而是把炸药包 停在我的手里 蓝队上场 破坏 他们是黄海前哨的客战精英 各个身手不凡 武艺超群 上山下海升空 所向披靡 在终极英雄的赛场上 他们由亲密战友 变为强劲对手 展开一场高难度 夺科目的激烈较量 在接下来的比赛中 他们将如何应对 意想不到的层层险阻 水下救生 要经受哪些 不为人知的特殊魔力 战场围追堵截 最终夺冠 又需要凭借 怎样的综合技能 谁是终极英雄 将继续带您走进采防兼兵的赛场 实地见证 两栖侦察兵的超强技能 与过硬素质 蓝队又是最后一个上场 每个环节 他们都面临两个队的优异成绩 总是被逼到淘汰的边缘 不知道蓝队能否在这个环节 给我们带来意外惊喜 成为黑马呢 第二关第三环节 传递炸药包 红队28秒得2分 黄队29秒得3分 蓝队27秒得1分 同志们通过刚才三个川普的决筑 召合成绩 靠前的红队 黄队顺利进击 成绩靠后的蓝队 周朴 贾祥宇被淘汰 两名同志 出列 进步 出 出列 同学们 接下来我们进行第三关实战比拼 本关共设两个科目 水下救援 搜索射击 在比赛中 参赛队员要驾驶冲锋中 到达任务海域 裁判将一名队友手和脚捆绑 推入海中 三百名以外的另一名队友得到指令后 潜入水中将队友救护上船 而后抢摊登陆 快速通过敌破火封锁区 躲避敌围队组结后 完成五个目标的搜索射击 用时最少的一队 即为本期的终极英雄 蔚蓝的大海是两栖侦察兵大显身手的舞台 同时也是他们有别于其他特种作战部队最突出的特点 而水下救援课目就更是他们的必训内容 既要考验施救队员快速接近 快速解绳的救援本事 也要考验被救队员捆住手脚后在水下憋气带员的能力 黄队的张成健和红队的董永龙都被裁判牢牢地捆住了手脚 即将展开的是一场争分夺秒的生命救援 红队的董永龙和黄队的张成健已经被裁判们扔到了海里 今天的海水非常凉 手脚也被捆住了 在扔下水那一刻 海水非常的刺乎 也让顺时有些紧张 与此同时 红队的增线举和黄队的汤泉也分别在300米外的快艇上跳入海中 开始了他们的救援行动 我们开始商量的时候是准备我先下水 然后队友招人舰再去救我 后来一想 我和他之间有300米的距离 如果水下地下有一点点偏差 就可能导致整个任务的失败 最后决定还是我去救他 但是他平时训练的时候 跌替时间只有2分40几秒左右 水下前的300米 我大概需要5分钟 我必须比平时的训练速度快一倍多 才能救到他 水中憋气其实是这些两栖侦察兵的基本功 在通常情况下 憋气2到3分钟不成问题 不过 这次终极英雄的比赛失救队员 要从300米外下水过来 加上解开绳索的时间 这就要求被救队员憋气的时间更长 面对这样的极限挑战 红黄两支参赛队谁能更胜一筹呢 当时我的手脚被困盲住了 被推到了海里的那一刻 心里非常紧张 水下救生这一环节也是我最担心的一个环节 因为我的憋气时间不是很长 没有红队 冬永龙憋气的时间长 我在这阶段我担心的就是我的队友汤泉 能不能在最短的时间游过来解救我 这样让我的心里很是没底 下水之后 顿时能一激励 水震了 这样一来 人的耗氧量就会急剧增加 当时我就怕它憋不了那么长时间 携带轻型潜水装具的救援队员 在水中利用直北针快速定位搜寻被救伙伴 现在他们每争取一秒钟都会给被救队员赢得更加宝贵的生存时间 我知道 队友的逼气时间大概是三分钟左右 而我据队友的距离是三百米 在平时的训练中 三百米的距离我需要六分钟的时间才能到达 水下定向还不能出现一点偏差 当时底气不是很足 很害怕这次任务失败 我必须以平时训练的速度快出一倍 到达队友董永龙身边 当定准方向后 我就争分多秒向战友方向前进 水非常冷 到两百米左右 我的小腿有些抽筋了 想到队友手脚被捆绑 扔在海里 我顾不了那么多 继续前进 在水底是我也相对的有一些挣扎 但是我在想越是挣扎的话 可能我的体力也会耗回我的氧气 所以我平下心来 就耐心地等待我的队友汤泉来解救我 在这个等待的时候 觉得时间过得非常漫长 于是我的潜意识的 有一些意识上的模糊 在我正模糊的时候 发现对面游过来一个身影 当时就有了希望 当我离他大概有20米左右的时候 我的腿抽筋了 那时候我看到队友赵云剑 脸边的通红 可能只剩不了多时间了 我就顾不了那么许多了 我赶紧用左脚打脚步 双手加快滑水 我的队友汤泉游过来时 将他的呼吸水递给了我 我把呼吸器给了他 让他呼吸了几口气 然后我去解绳 当时因为水下能见度不是很好 然后绳子又细 我截了好几下 没把绳截下来 在我吸了一口氧气之后 我们俩进行共同的 解开了我的手脚上的绳子 然后用最快的速度 游出了水面 游出了水面 上来的时候 感觉这一关完成的还比较顺利 皇队的张成健已被施救出水 他们马上更换战斗着装 准备进入抢滩登陆环节 虽然在水下只有几分钟 但是我感觉事件过得非常漫长 当时我感觉快要坚持不住了 我已经把嘴里的气都吐完了 开始喝海水 我担心的定向问题没有出现任何差错 很顺利地到达到队友身边 我看到他非常难受 快撑不住了 我赶快把呼吸器给了他 我赶快把呼吸器给了他 在我们上来的时候 发现黄队被我们快了一步 我们夹个脚步追了过去 眼看着黄队领先一步 红队可要奋起直追啊 在丛林密布的岛上进行搜索射击 更要强调参赛队员的战术素养 出发之后 两支参赛队从不同方向向预定目标接近 他们首先要克服的是模拟假射敌的围追堵截 那么在这种二打四的对抗中 红队两队到底谁能够杀出重围呢 潜伏在山坡下的汤泉和张成健用眼神交换意图 做好了出击准备 所以我们有一个在 vienen 苏泉和张成健用眼神交换意图 听到踩踩踩踩踩草的声音 我的心情非常的紧张 心跳夹速 然后我慢慢地调整了枪口 此时也就做好了战斗的准备 他们成功地避开假射敌的搜索 继续向纵身前进 眼看着模拟假射敌越来越近 红队的董永龙和曾献举 选择了一块大石头作为藏身地点 一名假射敌逐渐逼近 甚至到了他们的头顶 此时红队两名队员稍有不慎就会被发现 不过好在有惊无险 他们躲过了假射敌的搜寻 赶快脱离险境进入射击目标区吧 感谢观看 在搜索的过程中 由于我们的目标是黄色的 不好找 所以我们在这个关节 我们必须要认真 还要快速 这也是最后一个阶段了 我们也不能在这个关节上输给红队 所以我们要将搜索速度要提高 射击速度也要提高 黄队首先发现了第一个目标 射击成功 红队这时也发现了第一个目标 红队完成第一个目标 继续向前搜寻 红队的地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几乎同时 红队的增线局也打中了他们队的第五个目标 可是遗憾的是 比黄队差了十秒钟 虽然只是短短的十秒钟 但是这足以让红队与本次海防兼兵的终极英雄失之交臂了 同志们 同志们 前面请要赛区王高奎副政委 宣布获胜者名单 同志们 本次参赛的四支队伍 发挥出了我们新一代海防官兵凝聚的霸气 睿智 协作 精进的学性元素 展示出了我们要塞区部队的精神风貌和战斗作风 下面我宣布 本期谁是中级英雄的获胜队是 黄队 他们的名字是张成健 汤全 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 向他们表示祝贺 有请获胜队 黄队入场 下面请要赛区王高奎副政委 为获胜队黄队颁发奖杯和奖状 请把心正正好叫吹响 抢尽目标招发在前方 我要将往向前方 下面请谁是中级英雄 骑决入场 下面请获胜选手 在谁是中级英雄的骑决上 签下自己的名字